某一个生活的片段由我让他们快乐地存在 我觉得我存在就有意义 而不是说我今天要成为多厉害的歌手 或者说我要变成一个多大的国际巨星什么的 我最希望的就是大家看到我 遇见我 听了我的作品 看到我的作品会很快乐很开心 我觉得这就达到我的目的了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成功了 从目前来看已经非常非常的厚彻地完成了这件事情 当然在未来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跟惊喜 跟大家一起在一路上分享和成长 好 今天这个生日像你刚才说的 就是我觉得每一个环节都设置了非常用心 然后会觉得好像整个的情绪越来越饱满 那怎么样 接下来有什么感受 我再给大家一起 最想此处给大家说的话 就说你心里面的话 就说你心里面的话 你想表达的事情 我昨天给自己的朋友圈发了一条朋友圈 发说 祝你24岁生日快乐 就一路走来 很辛苦 但是 你发现了吗 因为你的出现 让很多人过得很快乐 我今天给自己发的朋友圈是这样的 因为我很感谢就是不管太阳新闻是从哪一个阶段认识到我 或者说我哪一个位置哪一个地方吸引到你们 我都特别感谢你们来到了我的这个大家庭 然后真的很感谢就是你们一直以来的陪伴 然后一直以来的支持 因为我觉得其实粉我是一个很累的事情 因为我不是一个能力特别强的人 我 也不是一个说长得像仙女一样漂亮的人 其实我前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怀疑自己一个东西是 美女 嗯 她们喜欢我的什么 对 就是 对自己还很 就要想很多的这种比较敏感 对 但是就是看到她们今天来到现场 其实说实话 因为我上一场 就是如果说有关注我的 应该都知道 上一场我有一个可能见面会 那个时候也是 嗯 三百位粉丝 当时我就觉得嗯 有可能来不到 然后她们说 嗯 嗯 酷狗会有 八百个粉丝 然后我就哦 更不可能了 对 但我没想到今天就是 纵满了 我的 喜欢我的人们 对 所以 我 我也一直说 就是我希望能办生日会那件事情 我今年也 成功了 我可以在大家面前表演 然后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日 真的特别开心 然后 我希望 有机会我一定会帮演唱歌 不管喜欢我的人多或少 嗯 我希望最后的这个一定是完全没有一样的 此刻可以感受到大家的热情跟支持 没有 因为其实我在想 其实我 这个是心里话老师 因为我一直在想说 我进了这个圈子 我想做的东西已经完成了吗 其实已经都完成了 就是唱歌做专辑 对 对 然后我觉得现在 生日会 然后我就觉得现在 还有唯一还有一个没有达到目的的一个就是 开演唱会 当然了 我觉得如果开我个人演唱会 我差不多就要去当导游了 我今天应该在这个地方玩一下 我可以向你们六折 六折 我可以向你们六折 我觉得只能在线上 在《酷尔直播》里 看直播的很多导游同行们 突然就干嘛抢我们上网 好好唱你的歌就好了 没有没有 当然我会一直努力的做下去 当然当然 我觉得其实 Dream Beat 然后一切都是 街友肯都会发生的 就像今天晚上 其实我们会觉得 当一开始进行设想的时候 包括今天的主办单位 包括你的撑边公司 自己的经纪公司 大家都会觉得 可以吗 到底可不可以 包括现在疫情的状况 结果这一切 都活生生在我们眼前实现了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未来可期 Sanly加油 好吗 谢谢 好 刚刚我们也讲了这么多的 优秀的主办单位 包括你自己的 成为公司 经纪公司 没有他们 今天的活动 也是不可能成型的 所以要感谢各位粉丝朋友 也要感谢他们 对于 这一次 对于小类的支持 你有什么话 要跟自己的家人说一下 家 我真正的家人呢 就是你自己的家人 帮助你的公司啊 你的经纪 首先我先 这一次 感谢废狗的音乐 废狗直播 办了一个这么大的 一个生日会 嗯 然后第二呢 感谢我的唱片公司 环球音乐 嗯 很开心 能跟你们合作 然后加入到 你们的团队里 对 然后感谢我经纪公司 可敏领域 就一直陪伴我 到现在 然后 也谢谢 乐腾演绎 然后 谢谢平台 最坏的 谢谢平台 废狗音乐 废狗直播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因为没有大家不会 不会呈现 这么大的一个 生日会 谢谢我爸妈 把我生下来 然后谢谢 今天所有太阳心们 来到我身边 谢谢 辛苦你们了 还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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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的粉丝朋友 也是一直守望 跟关注 非常地感谢大家 那我们就把 今天最美好的 这个画面呢 永远定格在 我们的记忆当中 我们请 想力跟大家一起 备拍大合影 一下 好不好 好 好 当你们所有人的 荧光棒 灯牌 还有最重要的是 你们的